我剛剛是從台北趕回來的 其實我以為是趕不上了 但是無論如何 我們這麼努力的陳大哥開畫展 各展 第一次各展 我一定要趕到 我們剛剛看了裡面的所有的作品 陳大哥他非常的努力 裡面也包括了 國畫人舞 山水 花鳥 都有 都包括了 那他本身是非常的努力 他跟著我已經十年了 那他不只單單上一堂課 他上我三堂課 有學國畫人舞 然後在長青學院上我的國畫花鳥跟山水 所以他在這個十年裡面 退休的生活沒有來過 所以他非常的豐富 那他剛開始來跟我學畫的時候 是跟著他的姐姐陳欣蘭女士 一起來學習的 那在這邊我們十年培養了非常好的感情 其實我們沒有什麼老師學生 我們只是像大哥大姐一樣這樣大家相處非常的快樂 在快樂之中 不知不覺學到的東西 他裡面的作品裡面 除了跟我的喜作作品之外 他自己本身非常的努力 學習創作 所以在裡面你們可以看到 有一幅畫是 林志玲打虎的一張作品 是他自己的創作 而不是學習我的 所以他的那個作品 得到了我們的亞太比賽第二名 大家給他鼓掌一下好不好 他的武藝大家可以看得見 我是覺得說像這個退休的生活 大家懂得走出家庭來這個學習一些這個知識的話 這個男生要走出家庭走入社區來學習的 其實是要放下身段非常的少 因為都是有頭有臉的 大部分都是董事長啊經理啊還是什麼校長什麼的 真的要放下身段學習 真的是非常的困難 那我們的陳國欽陳大哥 他非常的謙虛 所以可以放下身段 一起來學習這些作品 大家看到也是我們在場的所有的 大地藝文學位的會員 我們揮揮手好不好 我們大地藝文學位的會員 那也是都來給他支持給他鼓勵 還有我們長青學院的同學舉舉手 揮揮手 謝謝 我們平鎮市民大學的同學也揮揮手好不好 他們都是來參與這個 他上的課程是上了這麼多堂課 所以他非常的努力 所以這個作品我們看得出來非常的豐富 我相信在座各位也是作品很多的 希望有一天也是跟他學習一下 就是來個個展 那其實我沒有什麼大的功勞 我只是帶領著一個帶領而已 那真正的努力需要他自己 那我很高興看到我自己的 門下的學員可以開個展 在這邊祝福他圓滿成功 也希望不久的將來有第二次展覽 在這裡恭喜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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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亂事如意 心想事成 謝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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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